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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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下子整个人是活在天地间的 这种才是有格局嘛 对对对 你像我们这个宋代的蔡经 蔡经很有意思 蔡经呢像这个人呢应该说是很有学问 也很有思想的一个人 但是就是一个 从真的这么评价当然不是我们的问题 对 我们研究是学术的问题 据说蔡经的这个书法很厉害了 对 那么蔡经他喜欢香啊 而且蔡经的烧香呢 烧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他怎么说 蔡经官局高委 肯定有很多人呢 要去拜访他 对 那么客人来了以后 客厅坐下以后 蔡经就会讲 生香 那把香药生起来 那客人就坐了 坐了半天 没有人进来 香在哪里 没有 那么客人会想 哎呀蔡经的这种假人呢 你就这个水平啊 命令下了 香还没有上来半天了 大家都在想呢 那个时候一般小格局玩香的都是 是吧 一人那个犊子 就跟现在品上各种红酒一样 是吧 闻是吧 然后呢 就跟讲 这个什么香 这个什么什么香 大家陶醉一下 哎 那么一会儿呢 童子又进来了 说老爷 香满 香满了 那蔡经就会说 放 感觉像叶叶的 这时候把这个房间里面 一个侧门呢 连着打开 香叶从这个小门里边 蓬勃二出 香气浓郁 香烟又蓬勃二出 那咳了你就感觉 啊 这个 这种感觉呢 太壮观了 太壮观了 是吧 那蔡经呢 是 烧香应该这样 菜有气势 李密随性而行走 与物尤其是贵重之物的关系呢 我明白了 您说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想说明 就我有个朋友 说个类似的事情 他说啊 他说 他特别喜欢一个人 他有天跑 那个人家里面去看呢 那个人呢 把一副梵高的话 就随意地放在了 街的 家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 他也不是不尊重他 而是他认为 那样放着 就是最大的尊重 谁都可以享受他 而不是呢那种 哇拿很多的保险柜藏着 然后呢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然后呢 自己天天琢磨 觉得像格兰台一样 就数是吧 不是的 他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高和低 你可能吃一碗 普通的白米饭 你也觉得很好吃 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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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高或者毕加索的话 放在那里呢 他也不过是一幅画 当你有这样的心胸的时候 是吧 你才会知道说 天地与我同在的 那种格局嘛 对不对 不是说我们非要装的 好像就很不在乎 而是说 你真的觉得说 任何东西在你那里 都是一世平等的 没有分别系 对 对吧 遗鬼太深 举 举青太重 就往往呢 会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人呢 就装了 是装的 一种形式 一级形式的外在的东西 而品香呢 在品香的过程里面 你怎么样去对待 一个贵的东西 其实就看就是你啊 是吧 如果你很谦卑的 去对待它 你跪在地上 去对待那个东西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你 其实你就低了嘛 你也不需要比它高 你也不需要比它低 你也不需要比它低 你只是尊重它独特的个性 对 就好了 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这就是 中国文化的特性 就是说 你是否能够在一个 与外物的互动过程当中 来折射和反映出 你的格局 所以所谓我们修平常心 修没有分别心 对 其实就是修这个东西嘛 是 对啊 嗯